基础物理学测复习系列 第九章 宇宙学 这是第九章第三份的练习题 第一题 下面有关各项发现或学说和提上者的对应 何者错误 A.哈勃 提出大批力学说 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原子核般的状态开始膨胀 A.这个是错的 哈勃提出的是哈勃定律 而提出大批力学说的这个是加莫夫 所以A.应该是加莫夫不是哈勃 A.是错的 B.牛顿 提出万有引力定律 可以解释宇宙中星体的运动 为宇宙中星体的运动提供力的来源 所以B.这个正确 C.哥白尼 提出天体运行论 提出地球会到太阳空转外 还会自转 C.这个是对的 C.哥白尼主张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绕着太阳运转的 地球除了绕太阳空转之外 地球本身也会有自转的现象 所以这个是哥白尼所提出来的主张 主 托勒密主张天洞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主 这个是对的 所谓的天洞说也称为地心说 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天体是绕着地球运转的 所以主 这个是正确的 一 中国汉代的张恒发现浑天仪能解释陆月星辰的运行 一 这个是对的 汉代的张恒他制作了浑天仪的构造 可以解释陆月星辰天体的运行现象 一 这个正确 所以第一题 错误的只有A是错误 第二题 中指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 经由中立坍缩而发生超新星爆炸后可能产生的终点之一 一颗典型的中指星质量 介于太阳质量的1.35到2.1倍 而半径则在10到20公里之间 部分的中指星转速相当快 能达到每秒钟几圈或者几十圈 快速旋转的中指星两极会有电波发出 当此电波扫过地球时 地球并接收到规律的讯号 故中指星又称为脉冲星 去年12月底 美国太阳总署的科学家 观测到四手座附近 一颗距离地球约5万光年的中指星爆炸 发出强大的干纳射线 则关于此中指星的叙述何者错误 A 此中指星距离地球约4.73乘以10的17次方公里 因为题目说中指星距离地球大约有5万光年的距离 而5万光年我们先晓得一个光年 因为一光年的距离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因为光速是3乘以10的8次方 这个是一秒钟 乘上一天有86400秒 乘上一年有365天 这些数字乘起来 这个就光走一秒的距离 所以光走一年 因为3乘365 这两乘起来大约1000 所以大约10的3次方 这里有10的8次 而86400接近10万 所以大约是10的5次方 全部合起来 总共是10的16次方公尺 所以换成公里 有10的13次方公里 所以一个光年的距离 大约10的13次方公里 那现在中子星距离地球 大约5万光年的距离 所以5万是5乘上10的4次方 这是5万 再乘上一光年有10的13次方 所以乘起来总共是5乘上10的17次方公里左右 因此大约是5乘10的17次方公里 和4.73乘10的17次方公里 这个数字很接近 所以A这个是正确的 B 此中子星在太阳系外 因为这个中子星距离地球 是5万光年的距离 所以表示中子星到达地球 需要5万年的时间 可是 从地球到太阳距离 只有大约500秒左右 因此中子星一定在太阳系外 B 这个是对的 C 中子星爆炸于距禁约5万年前 我们所见到的中子星 是5万年前的中子星 所以我们现在见到中子星的爆炸 实际上它在5万年前就爆炸了 所以中子星的爆炸 发生距禁约5万年前 C 所以这个是对的 主 中子星属于星团等级 主 这个是错的 因为中子星是一颗恒星 只是 它质量是介于太阳质量的1.35到2.1倍 而弹径则在10到20公里之间 所以中子星只是 恒星演化到末期 所变化的一个阶段 因此中子星它实际上 它可能是恒星等级 水并不是星团 所以猪这个是错的 1. 该星在爆炸前后 退离地球的速率约1.07公里每秒钟 如果根据哈勃定律 因为V等于H0乘上D 所以等于H0是70公里每秒 除上326万光年 可是 现在中子星离地球是5万光年 所以 70乘以5除以326 算出来大约1.07公里每秒 所以 1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二题 错误的只有诸是错误 第三题 下里有关大霹雳学说的叙述中 何者错误 A是一种扩张的宇宙论模型 A这个是对的 大霹雳主张宇宙最初的时候是混沌状态 随着时间进行 宇宙逐渐扩张 而至今成为现在的模式 这是一个扩张的宇宙 而哈勃定律 还有宇宙背景辐射 都显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B 那位宇宙约在120亿年至200亿年前 从一个高温度高密度的状态 经过爆炸而且膨胀之后 逐渐冷却所形成 B 这个是对的 从哈勃定律所推导出来 宇宙形成的时间至今约 120亿年到约接近200亿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前面这个可以用哈勃定律来说明 而后面从高温度高密度的状态 经过爆炸以后逐渐冷却 至今我们可以用宇宙背景辐射来说明 所以B这个正确 C 宇宙的背景辐射 违背了大批力学说的理论 C 这个是错的 宇宙背景辐射的现象可以提供大批力学说作为有力的支持证据 所以C 这个正确 宇宇宙宇宙宇宙的3K背景辐射提供大批力学说有力的证据 除这个是正确的 至今宇宙膨胀到现在 温度大约降到3K左右 而所对应热辐射的波长则大约是属于微波的波段 所以 证据这个正确 1 由加莫夫所提出 1 这个是对的 宇宙大批力是由加莫夫和Alpha所共同提出来的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三题 错误的只有C是错误 第四题 有加以丙三个宇宙学家 根据不同观测数据 所做出类似哈勃定律的关系图形 如图所示 如果发现 某新的星系以速率V远离地球 所以以此关系推算 此星系的距离 让学家推算 星系距离的大小 是哪个最大 哪个最小 如果根据哈勃定律 因为V等于H0乘以D 我们发现把V除以D 除出来等于H0 V和D图形的斜律 就等于哈勃常数 所以H0的大小 我们可以显示 是甲斜律最大 大于乙再大于丙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条横线 而这条横线表示有相同的V 因为V等于H0乘以D 相同的数据下 V如果相同 则H0如果最大 这个D则会最小 因此 商业宇宙学家 所推算出来 星系距离的大小 因为在相同的数据下 甲的斜律最陡 显示甲的哈勃常数最大 所以甲哈勃常数最大 所以表示甲的距离D 是最小的 因此以星系距离的大小 是甲最小 小于乙 小于丙 丙的斜律是最小 所以丙的H0最小 所以丙的D是最大 所以商与宇宙学家 所推测星系距离大小 是丙大于乙大于假 所以丙大于乙大于假 所以第四题 1的答案 第五题 在分析某颗星球的光谱时 发现所有不断的波长皆变长 这个现象显示什么 因为我们分析星球的光谱 我们发现 星球光谱波长有变长的趋势 而波长变长表示频率变小 星球光谱的这个现象 是属于红移的现象 而会发生红移的现象 是表示星球正在远离地球 所以表示这个星球 它正在远离地球 所以才会发生红移的现象 所以才会有波长变大 频率变小的这种情形 所以第五题 1的答案 这个星球正在远离地球 第六题 1929年 哈勃建立了一个星系 离我们远去的数率V和星系 与我们的距离D 它们呈正比的关系是 即V等于H0乘以D 这个称为哈勃定律 其中H0称为哈勃常数 H0会等于70公里每秒 除上每326万光年 这个关系是适用于大批力的假设 宇宙从大批力以后变不断的膨胀 如果假设宇宙的膨胀数率是一个常数 而H0也是一个常数 藉由哈勃定律可以推测 宇宙年龄大约是已经经历了多久 如果我们假设宇宙膨胀数率是固定的 则宇宙的年龄T 是我们把最远的距离D 除上星系膨胀数率V 所以把D除以V除出来就是宇宙年龄 这个就是T 从哈勃定律里面 因为V等于H0乘上D 所以我们发现 如果把D除以V的话 D除上V 我们可以得到H0分之1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D除以V除出来宇宙年龄 等于哈勃常数的导数H0分之1 而哈勃常数是70公里每秒 每326万光年 所以哈勃常数的导数 就等于326万光年 That year除上70公里每秒 所以一光年的距离 有9.46乘以10的12次方公里 这个是提米之告诉我们 所以326万光年的距离 把326万是10的4次方 因为光年等于9.46乘上10的12次方 这个是326万光年全部的长度 除上70公里每秒 因为我们分子这边也是公里 所以分母这边公里每秒钟 所以除出来等于时间 这个单位这个是秒 所以326万乘上9.46乘出来大约3000左右 乘上10的16次方 除上70公里每秒 结果一除 3000除以70除出来大约42乘以10的16次方秒 而一年的时间 一天有86400秒 一年有365天 因为86400接近9万 所以大约9乘以10的4次方 365大约是400 所以乘起来9436 所以36乘以10的6次方 所以等于3.6乘以10的7次方秒左右 所以42乘上10的16次方 总有这么多秒 除上3.6乘以10的7次方 42乘以3.6 除出来大约14 乘以10的9次方 有这么多年 所以等于1.4乘以10的10次方年 所以第六题 A的答案 第七题 因此A这个是对的 B B 100亿光年所代表的是该星系和地球的距离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100亿光年表示光要走100亿年 所以表示这个星系跟地球的距离是100亿光年的距离 所以B 这个正确 C 该星系目前发生的是地球必须要在100亿年以后才看得到 C 这个是对的 星系目前所发生的是如果传到地球需要100亿年 所以如果如果该星系现在所发生的必须要到100亿年后才会传到地球上来 所以地球必须在100亿年后才能见到这个现象 所以C这个正确 逐 该星系诞生于100亿年前 逐 这个是错的 我们见到的星系是100亿年前的星系 可是并不代表星系是在100亿年前才诞生 所以诸这个不对 1 光线从该星系出发以后 历史100亿年才能到达地球 1 这个是对的 星系的光传到地球需要的时间是100亿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见到的是100亿年后才见到 而光传过来需要100亿年的时间 1 这个是正确 所以第七题 错误的只有珠是错误 第八题 请依据下列天体的结构大小 由大排列到小 甲银河系 以某旧星团 丙 木星 丁 本星系群 天体结构最大的是星系群最大 所以我们银河系所在的星系群称为本星系群 所以丁是最大的宇宙结构 其次是我们的银河系 我们银河系是一个星系 而星系群是包含本银河系 还有其他的星系的组合体 所以丁比较大 再来是以 而卯秀星团 卯秀星团是临近数十颗到数万颗临近的恒星 在同一时期恒星诞生 而彼此相聚集所形成的星团 所以星团也是很多恒星的集合体 木星是尿着恒星运转 因此木星比恒星还更小 所以柄是更小的 所以这几个大小 丁甲与柄的顺序 所以丁甲与柄 第八题 猪的答案 第九题 甲与柄三个星系 距离地球分别是 三千万光年 六千万光年 一万两千万光年 则可知 三个星系和地球 相对数度大小的排列 如果根据哈勃定律 因为V等于H0乘以D 这三个星系和地球的距离分别是三千万 六千万 一万两千万 分别是这些距离 而哈勃常数如果固定 则距离越远的远离的数率会越大 所以距离最远的是柄最远 再来是乙 再来是甲 因为甲距离最近 所以甲数率最小 而柄距离最远 所以柄远离的数率最大 所以星系和地球的相对速度 柄大于乙大于甲 所以第九题 C的答案 第十题 下来有关哈勃定律的叙述 何者错误 提问给我们哈勃常数 H0是2.15乘以10的负七次方 公里每秒 每光年 A 来自远方的星系的光 其谱线如果像红色偏离 也就是像波长场的一端偏离的话 我们称为红移的现象 A 这个是对的 如果我们观测星系的谱线 它往红色的方向偏 表示波长有变大的趋势 波长变大了 则频率变小了 表示星系在远离地球 这个现象我们称为红移的现象 所以A这个正确 B 哈勃发现 越远离地球的星系 它红移的现象会越显著 B 这个是对的 根据哈勃定律 因为V等于H0乘上D 从哈勃定律里面 我们显示 距离如果D越远 则远离的V数率越大 远离数率越大 则红移的现象偏离的会越明显 所以距离越远的星系 红移的现象会越明显 B这个是对的 C 哈勃定律指出 星系之间是相互远离 以及宇宙正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 C这个是对的 哈勃定律显示 星系与星系之间的距离不断地加大 表示星系在远离 而从宇宙的观点则显示 宇宙正在膨胀当中 所以宇宙目前正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 C这个是对的 诸 已是某星系光谱呈现红移的现象 且测得它距离地球约200万光年 则此星系接近地球的速度 大约43公里每秒 诸 这个是错的 因为星系的光谱呈现红移的现象 既然是红移 表示星系是在远离地球 不是接近地球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那如果星系是在远离的话 因为V等于H0 H0是2.15 乘以10的负七次方 公里 每秒 除上每一个光年 所以现在经过的时间 经过200万 所以是经过了200乘以10的 4次方光年 所以全部乘起来 因为200乘以10的4次方 等于2乘以10的6次方 所以2乘以2.15等于4.3 所以4.3乘上10的 负七次跟刚刚合起来是6次 合起来是负一次方 所以4.3乘以10的负一次方 这是公里 每秒钟 所以乘出来等于0.43公里 每秒 所以 猪这个是错的 1. 将放有葡萄干的面团 放入烤箱烘烤时 宇宙就像膨胀的面团 而星系就如同面团中的葡萄干 彼此互相远离 以这个是对的 当宇宙在膨胀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喻 宇宙的膨胀就像在烤箱中 膨胀的面团一般 而在面团上面 葡萄干与葡萄干之间 它们会随着面团的膨胀 互相远离 因此宇宙也像葡萄干一般 星系与星系之间的距离 也随着宇宙的膨胀 互相远离 所以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十题 错误的只有猪是错误 十一题 有一个星系距离地球 约490万光年 以至哈勃长数为70公里每秒 每326万光年 则根据哈勃定律 此星系当于有多快的速度 远离地球 因为根据哈勃定律 V等于H0 乘上D 现在要求星系远离的速率 速率V等于H0 哈勃长数 是70公里每秒 每326万光年 而星系跟地球的距离 是490万光年 所以490万除以326万 这个相处大约1.5倍 所以1.5乘以70 所以算出来是105公里 每秒 所以星系远离的速率 是105公里每秒 十一题 一的答案 12题 如右图 星系分离速度与距离的关系 是从图中求出 哈勃长数是多少公里每秒 每百万秒差距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横坐标距离是用百万秒差距 而正坐标 则是指星系的分离速度 图上我们选择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 可能在格子点上面 利用哈勃定律 所以V等于H0乘上D 所以现在要求哈勃长数 H0等于V除以D 而V数率 图上这边数率是6000公里每秒 所以分次这里是6000 而分五是用百万秒差距 而这里有80百万秒差距 所以除以80 因此 约到一个0 我们把600除以8 除出来75公里每秒 每百万秒差距 NPC 所以12题 哈勃长数是75公里每秒 每百万秒差距 所以12题C的答案 13题 现在各种天体结构中 所占的空间尺度大小关系 何者错误 A 银河系大于太阳系 A 这个是对的 银河系是星系 星系 比单一一颗恒星还大 所以A 所以A这个正确 B 本星系团大于星宇座星系 星宇座星系是一个星系 而本星系团是由数十个 是由许多个星系所聚集而成 所以星系团比星系还大 所以B这个正确 C 木星大于月球 C这个是对的 木星是类木行星当中 太阳系的行星里面 体积最大的一颗 所以 木星比月球还要大 C这个正确 毛绣星团大于银河系 C这个是错的 银河系包含数一颗或数十一颗的恒星 而星团则是数十万颗的恒星 因此星系比星团还大 所以C这个是错的 一 太阳系大于小行星群 一 这个是对的 太阳系里面包括八大行星 而八大行星当中 火星跟木星之间 有小行星群 所以小行星群是太阳系的一部分 所以 依这个正确 所以13题 错误的只有诸是错误 14题 下列是四个高中生 针对宇宙演化概念的叙述 哪几个学生正确 假 宇宙中大多数的恒星 是在大屁力时一起诞生 假 这个是错的 就从大屁力的瞬间 开始形成基本粒子 这时候是10的 负4 3次方秒的时间 而在这时候 存在的则是 夸克和电子等不能分割的粒子为主 而经过10的负5次方秒 这时候温度开始下降 夸克会极其形成 负5次和中子的粒子 再经过三中以后 负5次中子逐渐合成 亥原子核 这时候开始进入原子核的时代 可是到了30万年 才开始有原子的出现 而这时候温度开始降低 物质和光质彼此之间 添止了交互作用 而这时宇宙的能量开始向四方辐射 随着宇宙膨胀 能量逐渐分散 温度开始降低 而这时形成的就是背景辐射 所以背景辐射产生的时间 大约是物质和光质停止交互作用 是在宇宙大霹雳30万年之后 但是大约经过到1亿年 才开始有恒星出现 所以恒星产生的时间 和宇宙大霹雳并不是同时的 所以假这个不对 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比星光还要古老 星光是指恒星的光线 宇宙大霹雳结束之后 以一年才开始诞生恒星出现 但是宇宙背景辐射 则是物质和光质停止交互作用 在大霹雳完之后 30万年之后 随着宇宙膨胀 温度降低 能量分散 而这时候开始形成了宇宙背景辐射 所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所经历的时间 比恒星的星光还要古老 以这个是对的 丙 宇宙诞生以后 既不膨胀也不收缩 丙 这个是错的 根据哈勃定律显示 宇宙正在膨胀 距离越远的星系 膨胀的数量会越大 所以丙 这个是错的 丙 若哈勃定律中 哈勃常数越大 表示宇宙膨胀数率越快 因为根据哈勃定律 V 等于 H0 乘上D 如果距离固定 则 H0 越大 哈勃常数越大 则 数率会越快 这时候 星系远离的数率越快 就显示宇宙膨胀的数率越大 所以丁 这个是对的 所以14题正确的 已跟丁两项 14题 书的答案 15题 报载澳洲太空中心 2009年发射 普朗克人造卫西 拍到比以往更清晰 精确的宇宙微波背景画面 此微波辐射 在宇宙流浪138亿年 是在大霹雳之后产生 已留置进而成 则关于宇宙的叙述何者正确 A 目前宇宙的背景温度 约为3度C A 这个是错的 目前侦测宇宙背景的温度 约3K 3K是等于负的270度C 所以不是3度C 是3K A 这个是错的 B 微波辐射存在 只有138亿年 而宇宙年龄 约有1000亿年 B 这个是错的 宇宙年龄存在的时间 也大约138亿年左右 因为产生背景辐射 是由于物质跟光子之间 停止了交互作用 而这时候 宇宙诞生之后 30万年之后的时间 因此宇宙背景辐射 是在宇宙诞生之后 30万年之后 开始相思念辐射 也就是宇宙诞生的时间 比138亿年 再提早约30万年 因此并没有到1000亿年的时间 所以B 这个是错的 C 星光谱线的蓝仪现象 可以作为宇宙膨胀的证据 C 这个是错的 宇宙膨胀的证据是红仪的现象 不是蓝仪的现象 所以C 不对 诸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存在 可以作为大比例理论的重要佐证 诸 这个是对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显示宇宙在膨胀 而宇宙的能量 随着宇宙膨胀而逐渐分散 一直膨胀至今 宇宙残余能量的温度 大约3K左右 所以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可以分为宇宙膨胀 宇宙大批裂重要佐证 所以诸 这个正确 1 目前宇宙背景温度持续上升中 1 这个是错的 目前宇宙背景的温度是持续下降 不是上升 所以这个应该是下降 因为宇宙膨胀了 空间变得更大 能量更加分散 所以温度更加降低 所以15题 正确的只有珠是正确 16题 农农测量某一星系的 青年子光谱的波长偏移量 并利用杜普勒效应 推算出此星系远离地球的速率约为800公里每秒 如果根据哈勃定律 V等于H0乘D 而H0等于70公里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则此星系大约为100万秒差距就是一个MPC 而一个MPC有326万光年 现在要求星系到地球距离 根据哈勃定律 V等于H0乘上D 如果我们要求速率 因为现在题目已知速率 星系远离的速率是800公里每秒 所以这个V速率是800公里每秒 可是哈勃常数H0 它是70公里每秒 分尺是70公里每秒 而分母是每百万秒差距 但是一个百万秒差距是326万光年 所以这里分母326万光年 乘上距离是D 所以距离D等于 我们把800乘上326公里 然后再除上70 先约掉一个0 所以先把80除以7除出来大约是11 11再乘上326 乘出来等于3726 所以有3726万光年 所以16题诸的答案 17题 1967年科学家无意中发现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为大臂力理论提供最重要的证据 1984年 有科学家认为 大臂力后应该有经历更快速的剧烈膨胀 这被称为暴障理论 但这始终都停留在理论 缺乏强有力的证据 2014年3月17日 美国研究团队证实 宇宙诞生时 快速暴障的印记 也就是爱因斯坦100年前提出的重力波 科学家靠着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编辑化 得到宇宙暴障所造成重力波 在微波背景辐射里的痕迹 支持宇宙暴障理论 下一叙述何者正确 A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单一波长的电磁波 A 这个是错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显示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所呈现的波长是一个连续的波长 而并不是单一波长的电磁波 A 这个是错的 B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可视为宇宙游单位形成后 逐渐冷却的证据 B 这个是对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显示 宇宙在诞生之初 是在温度极高的状态 而随着宇宙膨胀 能量分散 一直形成至今 宇宙的温度逐渐下降 因此 一直到现在 称为3K背景辐射 所以宇宙微波的辐射 可以显示宇宙自由高温 逐渐冷却至低温的证据 B 这个是对的 C 利用光学望远镜 可以侦测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它所对应的波长 是在微波波段的波长 它并不存在于可见光的范围 所以用光学望远镜 无法侦测 中每个星系以等数向外膨胀 1 这个是错的 宇宙大PB以后 距离越遥远的星系 它膨胀的数率越快 所以 并不是每个星系以等数向外膨胀 事实上星系距离远近 和膨胀数率并不相同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所以17题 正确 只有 B 是正确 山路虽然曲折盘穴 但仍是朝向顶峰迈进 只要掌握正确的方向 最终会达到山顶 跳往一切 愿这段话 以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到此结束